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个人深入中间 有一些失败的事情发生呢 当我们第一次挫折感产生的时候 可能是在人生奋斗中间 微不足道的一些小小的挫折 当我们感觉我们很失败的时候 可能那是在永世中间看起来 微不足道 根本丝毫没有价值的感觉 为什么你很失败 因为我读书读得不好 所以我感到我很失败 在这个查经会的第二年 有个青年人对我讲一句话 后来我没有见到他了 他们说我很想自杀 第二年的时候 讲希伯来书的时候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功课很不好 我父母亲要求太高 所以他感到失败 我没有时间跟他谈话 也没有记下他的电话 我就没有见到他了 如果这个人还在什么时候 再告诉我 你来找我说我没有自杀 因为我等你很久了 那这个失败从哪里来 从没有达到某某人的要求 没有完成某某人的寄托 他们所盼望的 他们所盼望达到的 没有达到他们的盼望 这就等于你的失败不一定 因为很多做父母的非常非常残忍 把太小的孩子带到修校去读书 五岁度小学一年级 高兴的是你 每次哎呀你的孩子几年级 六岁二年级了 你高兴得不了 辛苦的是他 你让他背一个永远没有赏赐的四字架 你让他做一个没有办法禁止 一定要向前一直走 而不知道到哪里去的一步车 你让他成为一个没有保控制自己 能够得胜环境的一种危机的生涯 许多太小的年龄 都比他年龄更高的年级的输的 那是一种精神的避害 那是他永远感到他失败 永远感到他没有成就感 其实呢 他不应当有这样的失败 这是你加害给他的 所以我告诉你你们的孩子 如果年龄到的时候 再给他过半年才读书 让他比别的孩子大一点点不要紧 此半年别不要紧 因为他各自比别人大 还可能做班长呢 而且他感到他 已经头脑成熟的一个地步 每个来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因为和他年龄 所以他就 这个非常家庭救赎的 很容易地解决各样的问题 就产生了自信心 他就不必要受那些不必要的失败 Code in code 那些失败是不需要的 那些失败是不应该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